我一个月赚六万块钱 老婆一晚上打赏主播五万吧 她还说自己是无辜的 你整天就知道工作赚钱 你给我的只是冰冷的钱 她给我的是陪伴是爱啊 第三次刷到这个叫白家二少的主播时 我心里有了一次疑惑 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是钓鱼的男人 我怎么会刷到这样乱叫姐姐的男主播 大数据时代会精准定位用户 我突然刷到这人 大概因为身边的人经常看他 我点进去看了会 这白家二少也就跳跳舞 聊聊天 可直播间却有上前观众 我扒拉了榜单 发现排在第八位的头像 是一只放在马沙拉地方向盘上的手 细长的手指带着细闪的美甲 柳如烟好像做过这款 我当时还说太长不好上厕所来着 我缓了一会 跟朋友要了个小号 关注白家二少的直播间 然后点进了那位被叫刘姐的某英账号 娜娜 只看一眼 我就确定这是柳如烟的小号 她没有露脸 发的都是一些餐厅下午茶 酒店夜景或是精致首饰的图片 配着疼痛文学 婚姻这座坟墓只埋葬了女人的一生 我们要做勇于打破婚姻枷锁的女人 如果金钱能买来爱情 那我愿为你倾家荡产 账号上秀出来的首饰都是我送的 那些酒店餐厅也是她花着我的钱去的 可照片里偶尔露出的男人却不是我 我将柳如烟小号的信息截图保存 接着给她打了个电话 可刚响起就被挂断了 图片 JPG 加班 误扰 柳如烟给我发的是一张她工卫的照片 工卫上摊着一堆纸张 似乎正在忙碌中 我没有耽搁 直接开车到她公司楼下 我想看到她真的在公司加班的样子 可我经到写字楼 随着电梯门打开 柳如烟公司所在的石器楼一片黑 根本没有人在加班 草 老子这绿帽子是真戴上了 柳如烟凌晨才回来 一身疲惫进门 累死了 傻逼领导 除了开会就是加班 烦死了 我随意敷衍几句 确定柳如烟睡着后 拿起她放在床头的手机 用她的手指解锁后 我先查了一遍微信 柳如烟的微信没什么特殊的 柳英也不是直播间那个账号 我在她包里翻了翻 找到了她的工作手机 大概半年前我发现柳如烟有俩手机 她解释是工作手机 那会我没有怀疑 现在想 她的岗位不需要打电话 也不需要联系客户 怎么会配工作手机 这个手机很干净 联系人也都是备注的岗位加姓名 可柳英一打开 我就看到了熟悉的头像 果然是娜娜 看到账号英币消耗明细时 我差点弃绝过去 满平的一万英币支出 换算成人民币 单单今天一个晚上 柳如烟就打赏了五万八出去 踏马的 老子一个月赚六万块钱 这娘们一晚上花光 我坐在黑暗中 对着她的两部手机来回翻找 发现她这半年来 每个月初都给备注为 理财经理的某宝用户转账 陆续转了一百八十万 差不多是我们结婚这两年的所有存款 我将账号信息记录 随后把转账记录一点点拍照保存 想到曾在网上看过的查对象手机教程 我又浏览了一遍柳如烟手机上的APP 最后在一个记录惊奇的APP上 发现柳如烟写的恋爱小日记和运期记录 这两人是半年前柳如烟生日那晚开始见面的 踏马的 柳如烟那晚说公司开会 到半夜才回家 我当时特意订了包包和花 等到半夜为她庆生 还和她一起痛骂无良领导 最新的一条记录是9月16日 姨妈推迟一周了 早上测出两道杠 小白很喜欢孩子 抱着我笑了好久 说这是我们爱情的捷径 那晚 盯着柳如烟熟睡的侧影 抽完一整包烟 一个计划在脑海里慢慢成形 既然有了爱情的捷径 那就最好给老子永远锁定 第二天一早 我先和公司领导打了招呼 请了个长假 又和财务部更改了工资卡信息 接着找到我的好友大兵 哥们 我绿了 你帮帮兄弟 大兵是个急性子 啥事 你说 大兵是开四家侦探所的 我拜托他帮我查一下 白家二少这个博主 顺便帮我搞一份网贷图片 我记得你有这块的资料 他速度很快 发了一份网贷资料给我 又将查到的信息发我 这个博主真名叫白炎朗 之前是个小混混 现在包装成博主了 有两把刷子 他在博主圈并不算很帅 但他极其擅长洗脑 鼓动大家只为爱情活着 柳如烟显然已经被洗脑成功 不仅想要挣脱婚姻的枷锁 还想花钱买爱情 我将资料上的三个手机号 一一在某宝上输入 果然柳如烟转账的 那个理财经理正是白炎朗 我还没看完大兵发来的资料 又接到大兵的电话 林哥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白炎朗还有一个账号 不露脸算命博主 大兵说白炎朗的算命账号 叫先生在新 主要是直播时连线算命 吸引的群体大多是女性 她有点奇怪 我一个朋友懂一点这块 说白炎朗算命不纯粹 感觉很杂乱 像是百度后自己瞎说的 白家二少135直播跳舞 擦边喊姐姐 先生在新246直播算命 一身长袍语气低沉 有点意思 我拜托大兵搞个小号 伪装富婆在白家二少直播间 刷存在感 我昨晚看到 那的账号有个置顶的VIP群 十来个人都是观众 榜单上见过的头像 兄弟 我要从内部瓦解敌人 接着找了几个 懂算命相关的朋友 一起研究先生在新的直播 确认白炎朗 真的是靠百度算命 纯粹是东拼西凑的内容 然后讲的似时而非一些 他指定买粉了 这直播间不少拖 他说的又是似时而非的话 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情况 这人有点脑子 但不多 大兵的评价正是我的想法 我看了几天后 用小号花钱打赏后 用变声器连线白炎朗先生在新账号 我表达想算婚姻 这白炎朗随便说了几句高深的词 接着就说我婚姻坎坷等等 直播间评论区都是劝我找人化解的 还说婚姻是大事等等 接着后台就私聊我 说星辰才能化解 三千块的成义费 交了三千块钱后 白炎朗将我拉进一个粉丝群 群里都是花钱化解坎坷的人 我保存截图把白炎朗算命的账号举报了 一是举报封建迷信 二是举报违法诈骗 三是恶意引导 连续搞了几次 白炎朗这个算命账号就被封了 账号被封不是大事 违法所得才是重点 所以我私下里鼓动那些花钱化解坎坷的粉丝报警 而白家二少直播时 明显能看出他有些疲惫 我盯着他气喘吁吁跳舞的样子慢慢笑了起来 生活不易 直播卖艺 只是他大概没几天能这样蹦跶了 因为大兵伪装富婆的某名账号被邀请进娜娜所在的VIP群 我接手账号发现 群里的人似乎都知道柳如烟是白炎朗的女朋友 其余人也不吃醋 这让我有些奇怪 为白炎朗宽宽花钱 只为了看白炎朗和柳如烟谈恋爱 在群里观察了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白炎朗是把自己和柳如烟的不正当爱情当作案例经营 群里的人都知道娜娜有老公 却为了爱情和白炎朗在一起 他们都很佩服 甚至在群里公开吐槽自己婚姻不幸 或者男友不行 都在为了寻找真爱努力着 五 我大为震惊并不解 他们不在现实中解决直接问题 反而在网络上寻求勇气出轨 年鱼 娜娜 好几天没见你出来聊天了 偷偷和小白约会去了吗 娜娜 不是 最近家里有点事 你呢 年鱼姐姐最近怎么样 和妹夫有进展吗 我大概摸透了群里三个人的感情情况 第一个就是这个叫年鱼的女人 一看账号就是小号 啥也没发 她已婚已遇 在妹妹婚礼上对自己的妹夫一见钟情 但爱于世俗的枷锁 不敢表白 后来知道白家二少和娜娜的爱情 就开始蠢蠢欲动 在追求真爱的路上作死 年鱼 我和她表白了 她很生气 骂我有病 琴琴 年鱼姐 她一定是怕伤害两个家庭 你要坚持啊 爱情之路就是充满阻碍的 这个叫琴琴的更离谱 喜欢自己上司 上司已经结婚十年了 她被拒绝很多次 还是一如既往坚持 该怎么形容这个群呢 大概就是一群走歪路的恋爱脑 大兵 你是怎么操作才被拉这个群里的 我带着一问给大兵打了电话 我就刷礼物啊 然后在那的小白脸和你媳妇账号互动时表达羡慕 希望自己也能收获姐夫的爱 行吧 我这个小号也是个不正常的 我将群里几人的信息总结了一下 发现有三个俗史人 用他们的账号信息在不同平台搜索 加上大兵的帮忙 我成功找到了黏鱼和秦秦的大号 黏鱼竟然是一家上市企业的高管 而秦秦也是个家境优偶的富二代 大号里还发了自己订婚的视频 表面光鲜亮丽 私下里竟然是这样歪脑子的人 这俩人在群里积极活跃 所以就从这俩人入手吧 我先联系的是黏鱼的丈夫 从黏鱼大号的关注里就能找到 一个用着老婆孩子当头像的男人 却不知道自己老婆正在想办法挣脱婚姻枷锁 之后又联系了秦秦的未婚夫 这个被秦秦秦秦为掩体的老实人 我知道以我的能力 顶多让白眼朗账号被封 或许也能追回一部分柳如烟花在他身上的钱 但这不够 黏鱼的丈夫在苏氏关系很多 而秦秦的未婚夫在相关部门工作 都是很好的助力 他们俩刚开始是不幸 甚至认为我是诈骗人员 等我将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分享一部分后 他们才沉默下来 秦秦的未婚夫很年轻 认为秦秦是受到白眼朗的蛊惑才这般行事 想要和秦秦好好聊聊 黏鱼的丈夫就聪明多了 她直接说谢谢我的告知 你想要什么帮助 她明白黏鱼的那些事情一旦流露出去 她的家庭和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她清楚我透露这些给她是需要回报的 经过几次商量 黏鱼的丈夫答应帮忙找人和白眼朗签约 让她起高楼再狠狠摔下来 秦秦的未婚夫则表示 在最终查处阶段 她会尽力让白眼朗得到应有的处罚 和他们确认了计划 又在家里装上监控后 我开始出差 假装出差的第三天 我和大兵坐在车里守在柳如烟公司楼下 看着柳如烟装容精致上了一辆白色轿车 通过娜娜这个小号的动态 我知道柳如烟今晚有约会 驱车跟上 果然看到她和白眼朗一前一后走进了一家连锁酒店 饭都不吃 直接开干嘛 大兵随着他俩进去 我蹲在酒店附近等了一会 大兵发来消息 确认房间后 我打电话报警 直接举报酒店有人嫖娼 警察来得挺快 柳如烟和白眼朗带着头套被带了出来 拍好视频 我开着坐来的车子停在警局对面的广场 林哥 咱为啥不直接冲进去捉奸在床 大兵面露不爽 窝在这里盯着 他俩只要能证明自己不是嫖娼就能出来 我笑了起来 不急 让子弹再飞一会 我稳住情绪 将拍下的视频保存好 不再看从警局走出的柳如烟和白眼朗二人 直接驱车离开 晚上和柳如烟视频通话时 他神神秘秘将一个验韵棒举在手机前 我微眯着眼 假装没反应过来 什么东西 柳如烟面露不悦 老公 你仔细看 我怀孕了 我实在演不出开心 揉了揉眼 洋装惊讶 这是 有了 我要当爹了 我懵逼的状态取悦了柳如烟 他将手放在他腹部 老公 我们的孩子就在这里 我微低着头 心中冷哼 估计是被当嫖娼抓起来 让他有些害怕了 这才想起来两手都要抓 只是这个孩子 明明是他俩爱情的结晶 就别想着往我头上按了 柳如烟说 想让他妈妈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我同意了 但当我打开监控软件 发现柳如烟正和他妈妈争吵时 心里有些意外 我没想到柳如烟会将白眼朗的存在 告诉柳妈 甚至还说了 肚子里的孩子是白眼朗的 孩子必须打掉 不能生下来 柳柳 你听妈妈的话 那个小白脸就一看就花心 你踏踏实实和林阳过日子 林阳老是本分能赚钱 你别做傻事 视频中亲妈苦口婆心在劝 柳如烟却一副我不听的样子 我就是因为听你的话 才会嫁给林阳这个死人 只知道赚钱有什么用 我对他不会心跳加速 没有爱情的婚姻 我已经忍受很久了 柳妈怒急打了柳如烟一巴掌 那你就去打胎 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定时炸弹 你以后怎么玩我不管 但生孩子必须是林阳的 不得不说 姜还是老得很 这娘俩都想让我当王吧 但柳如烟他妈说的对 这个孩子就是个定时炸弹 那必须生下来炸一下 怎么能打胎呢 可监控视频里 柳如烟和柳妈已经在商量 怎么利用流产让我近身出户了 我将视频导出保存 随后给年余丈夫发去信息 可以动手钓鱼了 年余丈夫的动作很快 隔了三天 白脸朗就在VIP群里炫耀 Jingle影视找他签约的事情 我用小号在群里恭喜白脸朗 然后对那家公司大吹特吹 表示白家二少要贫不清云了 群里的人也都在公围 那样的没有说话 明明监控中 他正在客厅里看直播 但一直没有说什么 柳如烟的运反有点严重 这点更促使他想要流产 经常询问我什么时候出差回来 我知道 他和柳妈在等我出差回来 好进行流产计划 项目出了点问题 还得过几天才能回去 老婆好好休息 等我回去好好补偿你 视频通话中 柳如烟被运吐折磨得极其憔悴 完全没了平日里的精致 相比较于柳如烟的水深火热 白脸朗整个人肉眼可见的春风得意 在直播间粉丝的吹捧下 越发飘飘然 虽然我长得确实还可以 但也不一定能进饮食圈 哈哈哈哈 哎呀 你们别夸我帅了 我要飘了 热闹的直播间里 狂吹彩虹屁的正式大兵搞的几个粉丝号 白家二少最近的直播 都在聊未来发展话题 之前跳舞间隙秀恩爱的环节 VIP群里的故意挑拨 询问刘姐最近怎么没在直播间互动啊 又抱怨他们不撒狗粮 没之前停了 一番操作下 成功让整日吐的天昏地暗的柳如烟有了危机感 娜娜 我怀孕了 小白体贴我难受 怕我看手机时间久有辐射 就没和我多互动 令国小号 哇 恭喜恭喜 白哥这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银鱼 羡慕了 我什么时候能拥有爱情结晶啊 令克 希望我们也能拥有这样的爱情吧 其实最开始 我也打算找人假装要签约白眼朗 骗他和现在机构解约 可我没这方面的人脉 找人去演他极有可能被识破 不得不说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不到半个月时间 白眼朗已经被年余丈夫找来的人洗脑成功 认定自己只要签约Jingle影视就能大红大字 只是他目前有挂靠MCN机构 需要先解约 解约赔偿费用很高 白眼朗在VIP群里询问有没有懂这块 他觉得解约赔偿过高 不太合理 秦秦 Jingle影视能不能出面帮你处理啊 我看电视剧里那些大公司 都很擅长处理这事 白家二少 我也是走运被Jingle影视的人看到 他们也没到非我不可的地步 所以解约对我自己处理好 严鱼 那万一你这边解约 Jingle影视又不签你了呢 那呢 人家那么大一个公司 哪会浪费时间做无用工 小白这么优秀 他们都找上门了 还能不签啊 Link 我有个认识的律师 很擅长解约谈判 需要的话 我给你联系方式 白眼朗很快私聊了 Link 也就是大兵帮我搞的小号 他态度热切 对我毫无防备 因为 VIP群内的人都是刷足了礼物 同时 他也掌握着群里人激情的爱情情况 但白眼朗不知道的是 严鱼丈夫早已经找人和他挂靠的 MCN机构谈妥了 不用按照合约上的100万赔偿 只需要赔偿35万违约金就可以 而我介绍的律师 是我的朋友 主要是要查一下他的资产情况 白眼朗和公司聊过 略于100万的违约赔偿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在得知律师沟通到35万违约金时 极其高兴 直接签了解约协议 甚至连自己的收益分割等都带着律师一起 朋友透露 白眼朗光算命那个账号的违法所得 已经超过50万 白眼朗这两天可谓是春风得意 白家二少这个账号是属于他的 在解约后 他在直播间直接吐槽MCN机构的剥削 并表示自己后续可能直播会减少 可能会朝影视圈发展 直播间的白眼朗笑容清润 像个不安适适的少年 大兵默默吐槽 影视圈欺你这样的小丑 还影视圈 则笑死人了 我没说话 在直播间快速打着夸奖的评论 Link 棒棒棒 那我们就是你影视圈的铁粉 期待 Link 祝大红大死 谢谢 我即将签约的公司前景很好 我会好好努力的 希望你们也能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让我们顶峰相见 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到达顶峰 但白眼朗大概过不了几天就要摔下来了 柳如烟这几天情绪不高 直播间里不咋说话 和他视频通话也不再催我回去 果然我小号在VIP群里的那些发言 被他看进心里了 Link 我有个问题 白哥成了明星的话 刘姐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和白哥高调恋爱了 那我去哪颗CP啊 你们可是我的爱情榜样啊 银鱼 确实啊 刘姐目前家里还没处理好 可能没法公开 秦秦 没事啊 现在很多明星也是公开恋爱结婚的 银鱼 你是不是傻 刘姐还有丈夫 娜娜 谢谢大家关心 我们很好 我们的爱情也不会被世俗打败 白眼朗没有表态 但我知道这些聊天他肯定也看进去了 我查看家里监控 发现柳如烟这几天蓬头勾勉常常哭 海总和他妈妈窃窃私语 可惜监控听不到太小的声音 我让银鱼丈夫给白眼朗适当施加点压力 银鱼丈夫回话 说在进行签约询问时 白眼朗说自己是单身 至于直播间的那位刘姐 是假装的情侣 我们和她说了 我们调查出那位刘姐是有夫之妇 她和刘姐的关系无论是不是假装 都是她的污点 我们答应等她处理好这个关系 就签约 也给她看了能提供的资源 过了几天 我那位律师朋友和我说 白眼朗拜托她处理柳如烟的事情 她说有人敲诈勒索 要她给两百万 不然就告她强奸 律师朋友跟我碰了头 我才知道白眼朗竟然和柳如烟提了分手 但柳如烟不愿意 白眼朗说柳如烟不分手 她就公开柳如烟的私密照 柳如烟也不是好惹的 要挺着大肚子告她强奸 不得不说 他俩这样把控着对方弱点的爱情 让我肃然起敬 真牛逼 我的律师朋友建议白眼朗好好沟通 闹到法庭的话 指定影响她的心徒啊 而且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铁证啊 不过白眼朗竟然告诉律师 孩子也不一定是他的 毕竟柳如烟有丈夫 则 柳如烟出轨这么个没担当的人渣 试图她爱撒谎吗 律师竟则告知出轨的定义 很有多方法可以证实 白眼朗大概是听进去了 同时黏于丈夫的人也事实表示 不一定是单身人设 如果是有宣传点的爱情 也可以作为出道话题 柳如烟和白眼朗最近见面次数开始频繁 还一起去医院产检 大兵将照片发给我的时候 律师朋友也跟我透露 白眼朗找他咨询离婚财产分割 我想是时候出差结束了 我带着准备好的包包回到家时 柳妈面色冷淡 柳如烟把他妈妈支出去 说想和我好好聊聊 林阳 你们奖金还没发吗 我查了下 你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到账 我喝了口水 想到今天同事跟我说 有人去公司找我 还询问有没有发工资之类的 我低着头 发了 我用了 柳如烟站了起来 用哪了 你最近是不是也没有上班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的 我拿出准备好的网贷资料 还钱了 老婆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你现在怀孕 我怕你生气 接着我按照之前想好的思路 描述我在出差时 跟着同事在某网站上玩一把 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一把赢 便想第二把 输了就想赢回来 赌徒的心态 很多人都没一直理及时收手 我熬了几晚盯直播间的眼睛里 布满红血丝 倒是很符合颓废赌徒的模样 老婆 我只是想赢回来 但一直输 我怕你知道 想贷款翻本 但 柳如烟似乎完全没想到 你 你有病啊 你沾什么不好 十读九书 你毁了这个家啊 我认有柳如烟在我身上拍打 老婆 我只带了十万 但利息太高 现在要还五十万 你已经知道这事了 那给我五万吧 只要五万 我就能翻本 或许是我演技高超 也可能是柳如烟 根本没想到她老师的丈夫会演她 柳如烟信了 然后提出了离婚 你欠的钱和我无关 我们离婚 你尽身出户 柳如烟抱着双臂 立声说道 我猛低抬头 我不同意 柳如烟 你信我 我绝对能赢回来的 你别和我离婚 柳如烟没再说话 直接进屋 我松了口气 给年鱼丈夫发了消息 可以准备鲨鱼了 年鱼丈夫说 已经让人催白眼朗 快点将与柳如烟的事情处理好 给了两周的最后通牒 柳如烟又一次加班到深夜 回来就把我邀请 离婚 我不要房子 尽快 我还是不同意 还把柳如烟妈妈闹了起来 妈 柳柳要和我离婚 你劝劝她 我以后不赌了 绝对不赌 柳柳 我不能离开你 吵吵闹闹一个晚上 柳如烟说 如果我不同意 她就起诉离婚 你赌博不顾家 我们感情破裂 大不了我出去住一年 反正我就是要离婚 柳妈本来是劝和的 不知柳如烟和她说了什么 第二天竟劝我离婚 林阳啊 妈知道你对柳柳的感情 但我那女儿是个认死里的 你不如先离婚 以后回归正途 让她看到你上镜 妈再帮你劝复婚 那会她指定同意 可万一她不和我复婚呢 我呆愣着看柳妈 看她打算怎么用歪理说服我 哪能 柳柳这孩子 就是气你赌博 她还怀着你孩子呢 连房子都不要 说明心里还是有你的 心里有我 那就更不能离了 她一定只是一时怒气 我不能和她一起胡闹 我眼神坚定 同时暗地里让年余丈夫那边 继续给白眼朗施压 柳如烟和我闹了两天后 直接在网上求助 说自己怀孕 丈夫赌博 她想离婚却被打 她的求助并没有引起什么水花 但她大大是着急离婚 也可能是白眼朗在背后谋划 柳如烟直接将帖子 转到了小区的周边群里 我走在小区被指指点点 和宝洁阿姨打招呼 却被呸了一声 柳如烟再次和我提离婚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继续闹 闹到你在这里待不下去 到时候你连房子都没有 我红着眼 我们就一定要闹到这个地步吗 孩子怎么办 柳如烟不说话 柳妈倒是打人场 林阳啊 你就离了吧 你放心 只要你好好赚钱 别再胡闹 妈以后会帮你的 离婚也行 见我松口 柳如烟露出了笑容 但房子归我 存款也都归我 孩子生下来给我 这样我才相信你妈的话 柳如烟又蹦了起来 说我不要脸 说我都这样了 还想让她近身出户 应该是我让你近身出户 你家暴 赌博 你们果然在骗我 那我不离婚了 你去告我吧 我有没有家暴 你们心里有数 赌博我现在也不沾了 我双手一摊 也一个被逼到极点 开始摆烂的老实人 年余丈夫那边 再次摧白眼了 告诉我说 我们说和她同类型的 年轻人很多 而且还没有污点 若不是刚开始找了她 我们早就不等了 我没理会小区周边人 对我的评判 整日闲逛 做足了摆烂的态度 柳如烟同意离婚了 房子归你 车子给我 还有我的包包收拾给我 孩子跟我过 你给孩子抚养费 就能定期来看孩子 我同意了 对于存款没了的事情 柳如烟轻描淡写 说是理财亏损 拿出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要求她签字 柳如烟本就心虚 而且存款都已经在 白眼朗那里 她大概看了一眼 我每个月要支付 两万抚养费后 就每字字签了字 可她没注意 条款最后注明 孩子需进行亲子鉴定 如果不是我的孩子 她需要三倍偿还 我已经支付的抚养费 拿到离婚证后 柳如烟迫不及待在 VIP群炫耀 娜娜图片GPG 上午离婚 下午小白就和我求婚了 群里一片恭喜之声 白眼朗也出来秀恩爱 言语丈夫说 约定下个月初签约 我们让白眼朗 先在自己账号上 造势宣传和柳如烟的爱情 你得在签约之前 搞出点动静 不然我的人也不好 直接出而反而 嗯 等着看戏吧 白家二少最新视频里 柳如烟露了脸 一脸娇羞 伸手让白眼朗戴上戒指 对于这两位我也是佩服 闹到互相威胁 又能快速恩爱如初 我联系律师朋友 先起诉了白眼朗 追回我与柳如烟婚姻存续期间 柳如烟为他花的钱 林阳 我真的要笑了 白眼朗竟然找我帮他 我拒绝后 他还一个劲追问我为什么 律师朋友笑着和我分享 白眼朗的傻事 还分析白眼朗在这个关口 肯定会接受调解 果然等了几天 我就接到了调解电话 也见到了白眼朗 和一脸气愤的柳如烟 林阳 你是不是有病 我都近身出户了 你还告小白干什么 我们离婚了 还不允许我找真爱吗 你别纠缠我 我是不会和你复婚的 抓紧撤诉吧 我还没说什么 柳如烟就是一顿输出 把我都气笑了 我 我不信赖180万事理财亏损 要么赔偿我180万 要么就法庭见 我适当表现被吓到的样子 这让柳如烟气焰更嚣张 转头跟白眼朗说 小白 让他告 万事要讲证据 我们深正不怕银子写 我转头看了一眼柳如烟 150万也行 我吃点亏 我的态度 让柳如烟认定我没有证据 直接走了 调解失败 柳如烟和白眼朗高调在网上秀文爱 柳如烟有过一段婚姻 怀孕还被家暴 拼了命才离婚的经历 让他备受关注 而白眼朗对柳如烟的无条件的爱 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祝福 在开庭前一天 白眼朗直播时 还提到柳如烟的人渣前夫 想敲诈他们 赌徒吧 一旦沾染上就很难甩掉 他竟然还想跟我要钱 好在柳柳逃出那段婚姻了 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柳柳的孩子 我也会当成自己孩子疼爱的 我将早已编辑好的视频 发布在某英账号 主题叫揭露网红之爱 某柳离婚真相 上视频里 是柳如烟和他妈妈 商量流产的那段 我特意删掉他们说 孩子不是我的那段 再加上宣扬我家暴的商量过程 视频结尾还附上了 柳如烟和白眼朗 多次出入酒店的视频 视频中都有日期 明眼人一看就能懂 这两位的爱情 是在柳如烟离婚前产生的 虽然我打了马赛克 但多亏柳如烟这段时间的蹦打 让很多人都能一眼认出 天啊 虎毒不食子 这女人为了陷害自己丈夫 还孩子都不要了 一个出轨 一个渣 怎么好意思全网秀恩爱的 我道歉 之前骂羚羊骂太大声了 这打脸也太响了 羚羊食惨啊 绿帽子贼重 我有个疑问 这女的也没流产了 你们骂什么 这样不能证明羚羊没有家暴啊 发布后 我先是在小区周边群里发了链接 而后又在白眼朗的直播间发言 唯有柳如烟离婚真相 被踢了之后 大兵熟练的幻号帮我继续在直播间发言 感谢白家二少的流量 我发的视频火了 很多网友在我直播间催下步 我表示下步需要等开庭后发 我不知道柳如烟和白眼朗在下播后休息的怎么样 忙了这么久终于要收网了 我昨晚睡得非常好 柳如烟刚一见我 就要扑上来 好在我的律师朋友帮我拦了一下 而白眼朗在看到律师时 脸色煞白 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他们先是站在统一战线 一口咬定柳如烟没有婚内出轨 更没有为白眼朗花钱 当律师拿出他俩在警局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嫖娼交代的 节日转账和礼物赠送时 他俩整个人都傻了 柳如烟还在说这是他妈妈给的钱 不算是我赚的 可这拙劣的借口没有引起一点水花 最终判决白眼朗需要归还柳如烟 花费在他身上的20万和180万转账 不得不说 200万这笔钱 如果白眼朗两个账号正常的话 并不算很难 毕竟有我那180万存款打底 凑凑也能拿出来 但算命账号被封 最近还一直有之前算命的粉丝 要求他退钱 不然就报警 再加上与MCN机构解约花了35万 所以焦头烂额的白眼朗 想让柳如烟卖车还钱 他俩出了法庭就吵了起来 因为柳如烟不肯卖车卖包帮他还钱 情情未婚夫那边说 白眼朗算命账号已经有人报警 正在查违法所得 严于丈夫的行动也很快 不符合之前约定的五五点签约为由 拒绝签约 白眼朗陪了夫人又折兵 竟然跑来找我 下跪认错 说自己现在多惨 让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把我当个批方了 都是柳如烟勾引我的 我只是个小博主 他一直给我刷礼物 我鬼迷心窍犯了错 两百万我实在拿不出来 你想怎么样 我都听你的 是折磨柳如烟 还是和他分手 都行 我没说话 将白眼朗哭诉的录音发给了柳如烟 两只狗的事情 我不想参与 拖了一周时间 白眼朗将两百万分三次转给了我 收到钱后 大兵查了一下 发现白眼朗是贷款还我的 利息不低哦 这小子算是栽进去了 大兵接着满眼八卦 说网友都在催我发离婚真相下部 是不是发法庭对决 我发了白眼朗给我的转账记录 将钱打了马 附上一段话 表示这个事情暂时到这 如果有后续我会更新的 大兵看着我操作完 兄弟 你这操作 感觉不够爽 估计会有人骂你不够爷们 没事 我也不用这账号赚钱 骂几句而已 无所谓 我这账号确实有人骂 但更惨的是柳如烟和白眼朗这对情侣 因为之前太过高调 虽然现在两人是正当情侣 但婚内出轨的行为喜不白了 柳如烟和白眼朗这对情侣彻彻底在网上和周边臭了 柳如烟也被公司辞退 白眼朗也没有机构愿意签约 白家二少这个号一夜掉粉无数 他们一直播就有人举报 过了没几天 白眼朗被带走调查了 因为算命账号设计诈骗 银鱼丈夫和琴琴未婚夫在白眼朗被抓后与我断了联系 他们如何处理亲密关系我不清楚 但我想银鱼和琴琴大概是为他们火热的爱情付出代价了 银鱼和琴琴最先退出VIP群 接着开始陆续有人退群 白眼朗还在群里说这些都是他和柳如烟爱情的磨难 他们会熬过去的 可他们的磨难大概有点多 白眼朗被抓了 他算命账号设计违法所的金额较大 要配合调查 昔日热闹的VIP群最终只剩三人 Link Nana 白家二少 Nana 林阳 是你对不对 小白说之前谈解约的律师是你介绍的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我看了消息 没有回复 直接退了群 是不是我根本不重要 我没有让你们出轨 今天的结果都是你们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 休完长假回到公司 我转了外派岗位 卖了房子换个城市生活 中间接到柳如烟的电话 让我记得准备给抚养费 虽然现在还没出生 但他也是要生活的 他妈的 怀孕四个月开始跟我要抚养费 我假装生气还是同意了 给了五个月抚养费后 柳如烟生了 柳妈还主动和我报喜 我听他的意思 对白眼朗很不满 林阳啊 这孩子是你的 那姓白的坐牢刚出来 你甘心让孩子叫这样的人爸爸吗 柳妈苦口婆心在电话里劝我 让我主动点 他会帮我劝柳如烟和我复婚 我一边敷衍 一边在网上搜白眼朗的账号 发现他也是牛人 刚被放出来就开始搞母婴账号了 不过粉丝量很少 三个母婴账号都没搞起来 大兵说有人在搞白眼朗 他估计没机会走网红的路了 又给了五个月抚养费后 我答应柳妈和柳如烟复婚 前提是要做亲子鉴定 林阳 你有没有心 这孩子跟你那么像 你还要做什么亲子鉴定 你这不是把我柳柳的脸往地上擦吗 柳妈声泪俱下 好像我是个恶人 但我委托的鉴定机构已经到了 柳妈特意挑柳如烟和白眼朗外出的时候让我来 想让我见见孩子心软 但没想到弄巧成桌 你早知道孩子不是你的了 柳妈不会网络冲浪 根本不知道我曾发过监控视频在网上 而柳如烟和白眼朗呢 认定这孩子是在我婚姻期间有的 而且离婚约定要给抚养费 加上我一直顺从交抚养费 让他们没了警惕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那天 我将柳如烟告上了法庭 我做了两份 柳如烟与胎儿的鉴定结果是 支持为生物学母亲 我的结果是 排除林阳是胎儿的生物学父亲 柳如烟嘴硬 我没离婚就怀上了这孩子 无论和你有没有亲子关系 长大都叫你一声爸爸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一个月两万块的抚养费贵吗 他长大喊你爸爸 我没说话 拿出了离婚协议书 作为证据 最终 柳如烟需要赔偿我三倍 也就是三十万的损失 大兵责怪我太快 你等个几年 赔得更多啊 多赚啊 你不懂 这个钱刚刚好 他们凑一凑 借一借能拿出来 但又能让他们陷入更拮据的生活 想到柳如烟已经变卖的车子 和包包首饰 还有白眼朗需要还的贷款 我慢慢笑了起来 正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兵说 白眼朗用柳如烟的照片和视频 在好几个平台贷款 则 这俩要陷入泥潭了 我低着头给柳如烟发信息 三十万赔偿我打算申请强制执行 同时拒绝了他见面的请求 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为什么一直是你在操心这事呢 过了两天 收到了柳如烟三十万转账 我很平静 大兵笑嘻嘻和我描述柳如烟和白眼朗 大打出手的样子 则 我没想到这女人战斗力那么强 我蹲守时都吓了一跳 我长舒一口气 不用盯着他们了 他们深陷泥潭里了 再次遇到柳如烟 是在苏氏医院大厅 我回来汇报工作顺便体检 而柳如烟正对着白眼朗身边的女人激情开骂 我在人群中听了一会 大概是白眼朗又找了一个女人 还怀孕了 而柳如烟独自带着发烧的孩子来医院看病 就这样碰了面 柳如烟自然火大 你是我的穿我的 我卖车卖手势捞你出来 还帮你贷款 你转头上了别人的床 而白眼朗也没了往日的柔情 对着柳如烟破口大骂 都是因为你 我签不了真够饮饰 你这块骚泥巴 是我洗不掉的污点 你那点钱连我贷款的利息都还不上 我难道要和你一起过穷日子吗 要不是你勾引我 我都混成大明星了 你看看你的样子 哪里值得我娶你 抓紧滚 别在这丢人现眼 白眼朗说完低声哄着身边的女人 而柳如烟边哭边骂 说自己好好的生活被白眼朗毁了 凭什么你贷款的钱都让我还 你凭什么用我的照片贷款 你这样的人渣为什么不去死啊 我没再停留 体检结束就离开了 至于柳如烟和白眼朗 从他们开始用真爱掩盖出轨时 便已经双双堕入泥潭了 希望他们以后能纠缠捆绑 终成愿偶吧 全文完